都是地府惹的祸 不讲牛大宝冠名童节 第503章 我能不能不死 范愁一声大叫 众人轰然应诺 手上同时夹紧往死里削了 只有地听神君没出手 站在悬崖边观看着曲一世 称赞着范愁道 好好好 小范打的真不错 这东西满身都是钢铁般坚硬 最大的弱点正是他的脑袋 他本是三头八臂 但其他两个头不会轻易伸出来 只有狂化的时候才会显出三头真身 那时候就更不好对付了 所以呢 你要在此时能把他的脑袋打掉了 那就基本上完蛋了 范愁百忙中一摇头叫他 哪有你说那么简单 我这都打了他几十掌掌心雷了 再打一会我灵力值都没了 你看他还不是那个样吗 就是跟他脑痒痒差不多吗 地听神君文言忙招呼大家 大家不要乱打呀 一起攻击那恶兽的头颅 那里是他的要害呀 众人一听 马上转移目标了 对准的黄泉恶兽脑袋一集体开火了 这一下黄泉恶兽再也受不了了 大脑袋连连摇晃使劲吼叫 就像被人欺负了似的 他再也忍受不住了 伸出俩大爪子拼命的左右挥舞 想把这些人都拍死 怎奈这些人谁他妈都不傻 哪会被你轻易拍中啊 但黄泉恶兽却渐渐支不住了 他本来就是硬撑 此时又空出两只手来 只片刻就又被拖低了一大截 下降了数十米 此时已在深渊之下 范畴掌心雷已经开始够不着他了 一记掌心雷落了空 范畴狠狠狠的一跺脚 哎 泰哥快 敌情紧居 军情物资你调动一下 泰山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嗯 啥意思 你把那个飞机开过来 追那个大家伙 糟他呀 泰山连连摇头 开什么玩笑 我这木头鸟它几十斤不到 怎么能宰得过你这一百多斤 你开玩笑呢 那刚才你们几个不都是坐着这个来的吗 在无常淋浴里你们所有人都是坐上去也没事啊 八神你忘了 那时候我们都是灵魂状态 根本没分量 你现在可是肉身 这木头鸟宰不动你啊 卧槽 那咋办呢 那难道咱们俩就在这里看热闹啊 人家都他们去打了 咱俩在这边看热闹 他知道泰山说的是实情啊 这个木头鸟虽然是神奇 但不能宰了一百多斤的人漫天乱飞 他深深叹了口气 眼巴巴看着下边打得落花流水热热闹闹 却不能参与进去 正好懊恼呢 却只听到黄泉恶兽猛然间吼叫一声 这一声吼但并不是针对他们的 就见黄泉恶兽吼声一起那下方深渊中顿时远渊就亮起了火光 就如同一条火蛇飞速的圆亭游上了一般 只片刻就轰动一声 地穴中红光耀眼火焰再起 众人见机得早啊 惊叫着树退了 居然没有一个人受伤 树道光芒落地纷纷都回来了 范畴更易惊啊 暗撑侥幸 这他妈刚才要下去了 此时必定凶多吉少 黄泉恶兽一声大吼 召唤来了无尽的大火 那庞大无比的身躯却随即软棉无力 再也无力抓住石壁 一声不甘的吼叫 随即重新跌入到了火海之中 众人看在眼中不由是大为心惊啊 都想 莫非这黄泉恶兽眼看着自己逃脱无望 竟消耗能量召唤出这种天大的大火 想跟众人同为宜俊吗 众人想到此处正要齐声欢呼呢 范畴忽然紧握着拳头领然道 哎 不行了 我觉得还在下边呢 地厅神君也一皱眉 没错 他还在下边 这却如何是好啊 范畴看着他目光炯炯了 你别跟我打马我眼 你跟我说实话 老郭到底是谁 他会不会有事 你问我 我又问谁啊 至于他会不会有事 那就干天意了 不过 我想啊 他既然有如此的神通 这区区大火应该伤不到他 确实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了 你说 范畴忽低头皱眉忽然一把抓着崔命 你刚才你说你姐夫如何如何难道都说的他不是吗 如果老郭是阎王爷你就告诉我 好让我放个心 我又不是神仙也不会去天庭告他的状 这里边的人也没有会跟他为难呢 况且他这么做也是为了人间 无愧于天地鬼神 无愧于人间万民 你啪个什么毛啊 催命一正 没想到范畴能这么一把抓着他的衣领子大吼 你也别急 我又没说他是我姐夫 我就说我姐夫脾气倦 那又怎么着呢 因为老郭他跟我说过 他说这事是我姐夫指示的 必须这么做不可的 所以我才不会这么说的 你快放给我吧 那火焰又起来了 还得灭火要紧 范畴没拿他没辙 哼了一声 回头一看火焰又是铺天盖地 不由一皱眉 这他妈娘那是没完没了啊 难道我还得跳一次啊 我都不好不容易大难不死 还得死第二次吗 不吵我不干 范畴犹豫了 人的勇气其实往往就在那一刹那 一过起来就很难再回来了 就比方说有人去自杀 有些人能自杀得了 有人却自杀不了 因为他咽不下那口气 范畴不愿意跳呢 众人是面面相觑 不知怎么办才好了 豆鹅呢也抓着范畴的胳膊大声道 不笑了 我们不笑 他已经牺牲过一切了 淡淡不死 你们干什么还要逼他 范畴定了定神 问地听神君 哎 我说小毛 我也不跟你客气啊 看在你吃了我家那么多肉的份上 你敢不敢给我想个主意 你别这么自杀式的方法 我能不能不死啊 这个嘛 地听摸了摸鼻子 忽然又笑了起来 卧槽 你肯定没别好屁吧 第504章 大功告成 他伸手一指 呐 你看 嗯 看什么呀 范畴下意识的 随着他的手一看 却见那里原来是一灰 坐在的地方 不对啊 那家伙看起来已经快要把全部那么多火焰吸收了 整个人都显露了 只剩胸膛上边了 还有脚下的位置 还有那么一点火苗 扑闪闪的 像是随时都要灭掉了 对呀 范畴这才忽然想起来 怎么把他给忘了 一灰能吸收火焰呢 但也只能是一部分呢 不能像自己似的把那个大火给灭了 也就是说还得跳下去 他在纠结呢 泰山忽然神色一动说 我想起来了 这个叫什么灰的 他 他 他怎么了 你有话你快说呀 这都十万火急了 他会飞 废话 除了我之外 你们这期间哪个他妈不会飞啊 不不不 我说的是飞 不是那个飞 是 是俩人一起飞 飞就飞吧 还他妈飞呢 还两个飞 还俩人双飞 你怎么得你双飞怎么 不是 你没听明白 我是想说 泰山急的不知说什么好了 这时候一呼一欢欢的睁开了眼睛 站起来一字一字道 没错 你们的话我都听出来 我带你一起飞 啊 你带我飞 那怎么飞啊 一辉转过了身 看着地上放着的木头青鸟 确切的说 是我和这个木鸟带你一起双飞 卧槽 范周心想还真要双飞啊 不过他也不傻 想想就明白了 木鸟能带灵魂体飞起来 而一辉又是火凤凰 本身就有飞翔能力 而不是像那种普通的鬼一样 说是飞 其实就是飘 这么一来呢 他就能通过木头鸟宰着自己的身体 然后他驾驭着木鸟这样就相当于一辉和木鸟带着范畴一起双飞了 范畴想通顿时大为高兴 一问这一辉果然是这么回事 不由松了一口气 当下一辉纷纷的就分分的 当下这一辉啊就让那个范畴上了木鸟 然后他化身火凤凰 拖起木鸟带着范畴一起就冲下了悬崖 范畴早就准备好了先路了 当下催动法爵 缓缓的这火焰就缩了回去 这火焰不发威那就好办了 他兴奋的在深渊下大吼大叫 说来也奇怪 也不知道泰山这个鸟怎么做的 居然在火焰中丝毫无损 在火凤凰的光耀照耀下 虽然说丑了一点 但也是一副熊啾啾气洋昂 俯视天下的风采 打眼之间的深渊下的火焰就退了千米之遥了 悬崖上的人看的也是很激动 尤其是催命 乐得直拍大腿呀 豆鹅却很担心 敲声的问吕布 你说范先生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刚才那个怪兽万一要是带出来怎么办 这个你就放心 刚才下去那个锅瘸子 我早看出他不是等闲之辈 他既然有把握就能控制住那个怪兽 小算盘打得可惊了 我只希望他能安然回来 从此以后跟地府少有些瓜葛 范轴太下边不管这些 他和伊辉一起已经冲下了三千多米的深渊了 算下来这万美的深渊走了三分之一 回头一看 那上方已然是完全灰洞洞一片 什么都看不清了 哎 火哥怎么样了 大概有多深呢 我看不如咱回去吧 大约四千多米了 这下边还有很深呢 就这么回去了 我看不如把这火彻底灭了得了 伊辉现在貌似精神头十足啊 也没有再吸收火焰了 估计是刚才一下就吃饱了 此时恨不得直接冲入黄泉地狱 哎呀 不行不行啊 他们说了 这个火焰直通幽名黄泉哪 哪黄泉原力啊 这是不可能完全灭掉的 再说了 万米之下就是地狱的入口了 我可不想跑到那么恐怖的地方去 万一回不来 那就那么火火炒蛋了 世事间太多有缺憾 所以咱们现在回去应该是最明智的选择 那行 那咱就回去吧 他答应一声没废话 驾驭着木鸟一个盘旋 杀住了急冲的柿子 随即高高扬起了头 一声凤鸣 火凤凰身带烈焰 如同喷气似的飞机似的 呼啦一下就往高空上冲了起来 火凤凰盘旋 缓缓的落地 范畴跳下了木鸟 只觉得一阵头晕目悬 看来这个空军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大家看到了他没事平安归来 都很开心 豆哥上去扶住了他 地听神君盲问 怎么样了 火焰拖了多少米啊 不好意思 不知道 催命急了 你不知道你怎么都不知道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废话 我他妈又没个尺 我上哪知道去 不过应该快到底了 范畴没说一辉能知道高度的事 一辉也没吭声 他一向孤傲 别人问他他都不说话的 况且也没问他 爱多少米多少米呗 其实范畴还有个事没说 那就是刚才 他在让一辉回来的时候 隐约听见了下方奇怪的声音 那声音就像无数个人在哀嚎惨叫的声音一样 没错 若是没料定 那里就是幽冥地狱的入口了 所以不管下边有多声 范畴立刻选择回来了 虽然说有这么多地府的人在 不过他现在眼睛隐隐觉得这些地府的人貌似都不怎么靠谱 在他们的眼里自己或许只是一个棋子 听范畴快说到底了 而且此时站在悬崖边往下望 已经是黑洞洞一片 半点火光也看不见了 不由都信了 崔命高兴 小范啊 你也可是立了大功了呀 回头我跟我姐夫说 给你个奖励大大的呀 别 大哥 那是你姐夫 不是我姐夫 我还没答应他给他做连接呢 别乱叫 何潇潇一瞪眼睛 连接 美的你 还美的我 你要给我我还不干 哎 我说那个地听神君呢 现在那个大功告成了 还有什么事没有 如果没有我可走了啊 哎 你可别急啊 大功是否告成 现在不好说呢 毕竟咱们的对手 还没有扶出水面 现在只是破坏了 他一个计划嘛 范畴差点 他们一屁股坐地上 惊异道 哎 我说神经大人啊 小范大哥呀 你他们这是在玩我吗 怎么还有我的事 我跟你说啊 我可没接那么多任务 那对手也是你们的 也不是我的啊 跟我没卵子关系啊 我当初只接受了 崔哥的一个任务 抓鬼 别的事我不管 现在已经无偿 帮你们解决 人间大劫的事 你咋还不放我呢 地听神君四孝非孝 你这话可不对 人间大劫 那是帮助人间 是帮助你们自己的同类 也不是帮助我们 你们心自问 就算没有我们 难道这事 你就不管了吗 哎 那是两码事 我乐意 是我乐意的 帮你们是帮你们的 再说了 要不是你们一直 把我往这个道上领 我能值得咋回事啊 这个 所以说你跟地夫有缘吗 你滚毒吧 我跟谁他妈都有缘 得了 咱们后会有期吧 崔哥 这事就到此为止了 你要是还想让我 帮你抓象下的鬼呢 我就继续奉命 但是别的事 求你呢 你也别来找我了 范畴说完 冲着这边几个人一招手 转身就要走 好了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播讲的 都是地府惹的祸 第503 504章的故事 感谢各位的收听 咱们稍坐休息 一会儿继续播讲 一下子 今天一次 这 我